王女士一上场就说出一个惊人的事实 孩子不是秦先生所生的 这句话让现场的所有人大吃一听 秦先生到底对这个事实是否知情 如果不知情 王女士的这个表态 是不是正好印证了秦先生的猜测 王女士确实与他人有不正当的关系 如果秦先生知情 他为什么会对此事只字不提呢 这两个人之间似乎隐瞒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当初你带着孩子跟秦先生结婚的时候 秦先生知道吗 他知道呢 他跟我两个不打算结婚的时候 我就告诉过他我有孩子的 是他答应接受以后我才跟他结婚的 而且我们俩结婚之间是没有感情基础的 但是我答应过他跟他结婚以后 感情是慢慢可以产生的 但是结婚的老是吵 所以也就不可能有感情的 等一下你刚才说你们两个人在结婚之前 你们是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 是的 你又带着一个孩子 是啊 那我想问问秦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如果这么说的话 我真的说是我的一厢情愿吗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几年前吧 我在他们那个镇上打工 然后经常去他们酒店里面消费 吃饭啥的 他当时在那家酒店里面是一个小餐馆服务员 对他就是怎么说呢 特别的喜欢 你跟他表白了吗 没有 所以那真的就是你自己对他一见钟情而已 应该 你们并没有真正的在一起恋爱 那后来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你们俩又走在一起 我经常去过他们家几次 以普通朋友的身份去他们家玩 就跟他母亲啊 也留了个联系方式 那段时间 他母亲可能找不到他呢 就找到我问他女儿的下落 然后我就说上网能找到 他母亲可能认为我可能是一直喜欢他吧 他说现在呢 就是有了这个孩子 就说王倩有了一个孩子 对 没有结婚 没有 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不知道 当时他跟他母亲告诉我呢 有个外地的一男孩 就是不负责任的给跑掉了 现在也找不着这个联系方式 然后就说能接受的话 必须得接受孩子 然后你们就举行婚礼 就是他妈妈主动跟你谈的 对 你就答应了 对 因为我一直就喜欢他 你不介意他有这个孩子吗 不介意 从来 你也不介意他有这段经历 不介意 那你家里人能同意吗 我一直隐瞒着家里人 你就说这孩子是你们两个人的 对 王倩当有这样的一个男人 愿意来承担 他愿意跟你一起努力往下走 不好吗 是 我当时感到挺感动的 有这样一个男人确实挺好 反正接受我有这样的一段故事 但是没想到他所说的都是假的 所做的一切都是虚伪的 因为怎么说呢 他跟我上告上法庭以后 完了以后 我开了一个面馆 他跑到店里来找我 要跟我复合呢 我答应了 我当时答应了 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把孩子带过来 你要是不想在这边带的话 我把店转了 我们可以去外地 结果他说 我想跟你在一块 但是我想拥有自己的孩子 我说那可以 我今年才二十岁 我可以给你生的